经过十多个小时的飞行 中国政府派遣的中国救援队 82名队员已于当地时间2月8日凌晨 抵达土耳其南部城市阿达纳市的机场 救援队一共携带了20余吨的搜救 通信 医疗等救援物资和设备 即将开展国际救援 据我了解 中方还有多支社会和公益性的救援队 正在赶往灾区 后续我们还将根据土耳其方面的需要 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